如果打出去的子弹有30%几率可以重新拾取,游戏会怎样呢? 这个想法太有趣了,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必会发生这三个改变 1.4把空头武器大加强 打出去的子弹有30%几率可以重新拾取 你就意味着你打出去100发子弹,最后还可以减回30发重新使用 在击杀了敌人之后,我们就可以跑到敌人周围 不仅能舔他的包,还能捡我们刚才打出去的子弹 对普通枪线还好 对空头里用专属子弹的枪就是大加强了 他们就是P90,AWM,AMR和M200 2.信号枪成大赢家 这样一改,信号枪的强度将会超出想象 因为原本一把信号枪只有一发信号弹 现在打完信号弹之后,有30%的几率会再出现一发子弹 真出现的话就是两个超级空头了 对队伍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3.将会出现掩体戒弹 这样改必定会出现掩体戒弹的战术 就是当我们子弹不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故意在掩体面前晃悠 让敌人打子弹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子弹可以捡了 和诸葛亮的炒船借鉴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